講一下今天的感想 一早上收到agent 的電話 另一個agent 即是有A 功 B 功 應該是C 功 C 功是我今早上垂眼聲鬆 讀手機 那你找工的 找工就讀一讀 只讀 其實我現在發現 其實勞工市場 不是只有一個方式去找工 我遲些做一些歸答 他有些比較 有些秘技 有些少少 我都未找到成功 所以說秘技出來 都沒什麼意義 用完都不是秘技 突如其來 就說 是不是對那份工有興趣 因為那些工 都是牛工 理論上都不用煙 是不用煙的 online 跟agent 做過登記 登記做過很多次 差不多幾百次 因為他在曼城 英國很多公司 那你online 填表 就可以了 偶爾可以上去公司填表 其實是一樣的 最離譜的是 上次B公 我上網已經填了一次 去到他公司又填了一次 最後是沒有消息 後來 再看一些影片 原來有香港人說 其實根本就是 他們的機制就是 一定會聘請多些人 但聘請多些人 就不會 未必你會入閘 不是去到公司 進不了閘也行 會玩東西的 那 我這次比較特別 他就是agent 南叫我填了一張表 就給了一個時間 星期一的時間 要戴鞋 安全鞋 買了 沒有用都沒有所謂 假設 假設 去到 只有吉 這雙鞋都可以在冬天穿 因為安全鞋 應該是防線 冬天可以穿 可以穿一下 買了又不會說沒有用 所以一早就出去買鞋 買鞋 然後回來做節目 再說一下情況 坦白說 這四個月都找工作 找到化化的 那種化的感覺是 你很接近 做事的那個位置 明明碰到份工 接著又沒有了 碰到份工又沒有了 我不是做 如果你說我做就放棄 那也是一個故事 那我也可以說一下 我看到很多香港人都有工作 甚至轉過很多工 那我連開始 我連開始都吃不到 對吧 我自己覺得很奇怪 我又不是要求高 我真的做一些有手有腳的工 要求高都不論多要求 英文又不是好 所以這四個月來講 找工作我由四月開始 那是很坦剔的 當中也磨練了自己 不斷調整自己 每次改一點 每次改一點 改到今天 一早就聽到電話 都開始準備好 一個心態就是 他會有封面 無端端打上來 可能公司也好 雇主也好 稀準也好 那他是會 突然其來 一早早 你知道我在睡覺 有幾次都是這樣 爛醒了 噢 噢 一早就說 一堆英文 有時候聽到一塊飯 很多時候都在電話 我都幾肯定是 你說one on one 有時候都聽不明白 何況電話 是很不同的 因為原來工作英語 和日常英語 那種感覺有些不同 有時候我日常英語 我都聽不明白 但有時候 是點頭 可以 買東西給錢 都可以 例如你買東西吃 他不會為難你 但你工作 如果你不明白 可能會出現問題 不知道 到時候再解決 所以我覺得 來英國最大的障礙 首先第一件事 真的言語 我年紀 都是 生活到 拍卡 很多東西都是買東西 買樓都買到 很有趣 樓都買到 即是 都買到 嘩嘩嘩 多少錢 多少錢 ABC 都買到 嘔吵都哭到 吵架都罵到 但你覺得不夠不夠 英文真是不夠不夠 只能夠聽到兩成三成 有時因為他的英語太多,有時是吻合的 他的英文是講得比較好一點,或者慢一點,你會聽到明多一點 英國真的有幾十種英語,你可以想成國際大道會 幾十種母語,幾十種謊言,幾百種謊言 英國來自五湖四海,牙女的英文也不一樣 一起來聽到印度人講的英文也不一樣 本地人的英文也不一樣,來自倫敦的人也不一樣 來自美國人的英文也不一樣,幾百種英文,香港人的英文也不一樣 我們廣東話只有一種,你很難聽錯 這就是香港和英國最大的分別,就是言語體系很不一樣 因為我們長期在Convert Zone,其實反而出事 你在Convert Zone聽同一種言語,你當然沒事 是可以生活到,大家都明白大家說什麼 好像我現在講廣東話,沒有人會不明白,聽到本台的話 我們可以說得快,又可以明白大家說什麼 這個是無語的 但是如果你把英文都轉換成英文,跟你說 它不是一個版本,幾百個版本 然後你去理解 我承認是一個難度 但我常常想如何適應這件事 甚至是,我可不可以完全 明過五成之下,去找工作呢 我都很好奇這個過程 我已經成功的一件事 我已經成功的一件事 英文,明點不明點之下 都約到一個牙女出來 應該是萬成第一人 因為在Speed Dating Speed Dating 那個領域之下 我想很多萬成人都約過一些愛職的女士 但在Speed Dating 隨機之下 你又跟一些鬼佬很接近 這個Speed Dating 真的很接近 就是跟別人去Battle 競爭之下 你都可以爭取到一個歐洲女的約會 都覺得自己是驕傲 自己都感到一種自信 但不足夠 不夠穩定 不夠用力穩定 因為你這個約會 不是代表工作 工作的關係很重要 約旅你可以慢慢來 想不到大約有些成績 很輕微的成績 不是一些很撞 很厲害的成績 只是個人的一個突破 但工作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突破 如果能夠突破的話 即是說我能夠在這裏 可以自給自足 是吧 YouTube當然是一份工作 賺外匯 來自世界各地的錢 是吧 賺外匯的人才 我是賺外匯的人才 在英國 但如果我能夠在英國自給自足 沒有YouTube之後 是吧 你YouTube不知道 是吧 現在你 全世界很多事情都被中共控制了 是吧 YouTube都不奇怪 是吧 那你不知道有一天 YouTube會發生什麼事 那你當然要能夠在這裏自給自足 那你就安全 所以這個關口很重要 那我移民一年還是八個月 一年還是八個月 差不多兩年 今年我是訂立了目標的 想找一份工作的 還有考試的 考試那裏 那裏的本書就看了一半 那裏就做了一半 那裏就做了一半 那希望 進度可以加快 那裏 找這裏做那裏真的失去了 就是完全 無計可思 無計可思 那是會令我累的 就是內心會累了 會內耗的 可以承認這個事實 那我希望 能夠有一個小小的成績 去鼓舞自己 這裏 我不知道 星期一會發生什麼事 會不會真的 開工 順利開工的第一天 這個我很期望 很期望和大家分享那個喜悅 是吧 就是終於落到地 年半下 雖然很遲 比起很多香港人都很遲 才能找到工 但是也是一個成績 對自己 有一個交代 就是一個好開始 那你有一個開始 那你才有往後的工 往後的工是怎樣呢 怎樣鋪路呢 都很多幻想 但是因為經歷過之前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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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挫敗 挫折 我對現在這個狀態 例如 例如 星期一是不是真的開成功呢 我也是打了一個問號 所以都很忐忌 那 希望我順順利利 想就這樣想 如果順利的話 我就可以計劃很多事情 甚至是 出了第一份量 那就可以計劃很多計劃 可能修緝的間屋 考個車牌 補個 Cross 很多事情都可以 慢慢去計劃 甚至Youtube那裏 都可以有一些新的節目 可以多了一個範疇 講工作 整個二英攻略會更加完整 送給香港的一個禮物 作為開放牛 因為 我不算第一批的 都第二批 第二批來英國 那我們Youtuber 都是有一個 叫做責任 你來英國怎麼生存 這個攻略是要告訴別人 那往後 那些人就看你的攻略 做一個參考 那我找那個心路歷程就說了 真的 都蠻煎騰的 你煎騰的那種感覺是 你不是在求一份 很好理想的工 是最由低做起的 一些 體力勞動的工 都這麼辛苦 所以整個勞工市場 我是很不認識 我到今時為止 就是因為不認識 也有值得挑戰的地方 人的心理都很像一個宗拜 既然我有這麼大的 之前遇到一些穩功上的挫折 如果我穩得成的話 理論上 滿足感都會很大 比起弱到牙女更大 牙女是一個小驚喜 我也沒有想過會弱到 那晚 就是隨便 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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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完水便離開 很快 有些人都會留在牆上 吹幾句 沒有 我習慣都是吹完便離開 即走 想都不想 然後 後來 很多地區的女士 都不 都不不不不不 有一個 牙女 我想她只是想認識一個朋友 人在異地 同樣 當時跟她聊天的時候 Manchester choose me 是萬成選我們 不是我選萬成 大家都有這種共鳴 之下 做朋友 即是你人生在英國會 怎麼說好呢 你住在英國 你會知道她有很多黑暗的東西 是有黑暗的東西 我不可以說沒有 但她也有很多東西會令你驚喜 有什麼黑暗的東西 你會知道多了 其實她是 例如我下街 真的又開始會遇到街頭 會遇到街頭 好像昨天 好像昨天 我拍完東西在街頭 接著 這個可以說一下 有一個年輕人 兩個年輕人 跟我hi-fi 我好像是橫皮仔 hi-fi 後來點頭 就算了 Nice day Have a nice day 今天有個年輕人 她說 很小 十一二歲 她說 Gabby turned twenty twenty pounds 又是不知道什麼英文 不懂了 聽不懂 英文說得很快 聽不懂 應該是跟我玩小遊戲 贏了有二十磅 我坐了 都知道 不是什麼老 肯定不是什麼好東西 就是那些小小孩 買完東西 看到他們 十個 十多歲 那些小孩 在做什麼 都知道 其實不是第一次看到 就是在那裡扔東西 扔一些蛋糕 雞蛋 這次他們是扔雞蛋 不知道扔什麼 他們每次都不同 可能是番茄 扔什麼呢 他有一條馬路 公路 就扔出去 扔中駕車 然後就會哈哈哈哈 笑 笑了一段 然後我說 他問我 你扔不扔啊 我當然不扔 慘了 但是不想 理會那些小孩 走過了 算了 走到 接著 他有一個領導 那個領導 就是同學 HIFI 點頭 點頭 然後就離開 十幾二十步 他扔我 拿雞蛋扔 扔不中 幸好 我聽到 啪一聲 啪一聲 啪 雞蛋爆了 就在我 打半米的距離 扔不中 扔一中 我又要洗 洗袋 唉 心想真是橫皮 他們是有這樣的東西 不知是歧視還是什麼 會有這些 但是小朋友 你也無謂跟他們爭辯 那些同黨是厲害的 不少的 有大與小的 這些 這些 小朋友的滋搖 那 又不是說 每個小朋友都這麼頑皮 有些小朋友都很懂性 一個不好的事情 又說一些好的事情 例如有些人在街上買糖 挺有趣的 他會扔一下你買糖 一磅 一盒糖 他們都會做一下自己的小生意 英國的小朋友 自己如何生存 你看到 暗黑面 又說一下 一口砂糖一口糞 暗黑面 巴士上面 好像 有些 乘搖 經常的 拿著喇叭 年輕人 小朋友也有乘搖 木無其事 木無 木中無人 也有聽過 整個巴士滿了 都在乘搖 滿地垃圾 也肯定 巴士上面 都會有這些情況 倒一會兒說一下好事 一口砂糖一口糞 有一次我講過 這個我跟大家講過 有一次就是我乘搭巴士 因為我經常乘搭巴士 有一個人塞了一張紙給我 我講過 塞了一張紙給我 什麼奇怪 無端端上車之前 黑人來的 我記得 很高大 我以為他想做什麼 即是 先 即是 是否不懷好意呢 接著打開紙 咦 是飛來的 那我就說謝謝 這樣 一張20元的飛來的 應該是 那些人 叫做搭證 或者是不搭 我收了一張飛 他又沒有另一面 然後給了我 十幾次 他也不求你一個多謝 他沒有我純粹給你 你就覺得 哦 那人 反而是 人間有愛的 他有時候也會有 所以你很難去 用一個字去概括整個英國的 英國的人 你說他很好人 也好 有壞的也有 是吧 有好人有壞人 一定有 那英國是概括不了的 因為他有一個很自由的城市 所以 所以 等著你香港人 這樣 你都很難去概括的 有時候 認真地說過 不過 香港現在 你能夠 在這樣的狀態 你會覺得他們 都 你香港都有好人壞人 對吧 但是你說 概括來說 他們是沒有那麼自由 香港人 這裏 這裏 都是人 只不過是 分別 都是有的 但是 亦都是很難定義 那 再甚者 比如 Speed dating 你說有沒有歧視 我也不知道 因為別人不會告訴你 但是 起碼你入場那一刻 他沒有歧視你 對吧 那 白人又走進去玩 黑人 黑人事 反而 因為 我覺得 faire 都也有的 蟹人 人間 又有 走進去玩 就是 可謟 巴基 economic 很難 印度 也不會到 光總街IGN 我可以 spark 黃總 他們 會從黃總來樂 玩 他們也會跟假設欸 Abram 黃總之後 它的女士上是會 Father 有時會見到黃種的女士 常見的都會見到兩個兩個 不會說整個場都是 兩個兩個 我們這些黃種的男士 真的是僅似一個 所以我自己 看回我的經歷,我自己也很特別 沒有人敢進去 他習慣了 他習慣了我都沒有感覺 你們說英國沒有歧視,我進去看看 那就真的沒有歧視 進去那一刻沒有歧視 兩性之間有沒有呢?很難說 他不會說你聽,我們只能猜猜猜 但我也有一次有一個肥肥 像沈殿霞的身形 是白人來的 居住的女士 主動約我 出來吃飯吧,第二次約會吧 那我當然 算了 體型 體型 不一樣 唉 所以 都是這樣做的 我之前說 你香港和英國 如果你長期生活下去 就沒有什麼分別 因為 那些人是怎麼分別你那個 你跟他是不是同一種人呢? 就是言語 我想如果我的言語 越 通訊 的話 他們根本就覺得你跟他 同一種人 他都不夠膽 這麼大 最近看見一個 什麼 那個主婦爆哭 01就 上江上線 應該都 在網絡上面也傳了一兩天 那個主婦應該有腰衛症 我也說過 就是 盡量看醫生 吃點藥 舒緩一下 情緒 那我自己又不會有這些 你哭出來 哭哭哭 小朋友丟雞蛋 不會 我不會有這樣的感受 因為我們那些 見著 我們香港人被人丟什麼 丟那些 那些 那些 催淚蛋 雞蛋 就少了 催淚蛋 所以那些頑童 我就不覺得有什麼 好 好 就是不會有什麼 感覺 但我知道有些香港人 會是 是 不知道什麼事 風吹一吹 又痛 心痛 開始 香港人也有些人是會 玻璃心 我只能夠說 在英國你遇到 它是 有一些問題 你要解決 是嗎 我 我同時之間 覺得自己很厲害 又同時之間 覺得自己也很差 有些 譬如約會那裡 我覺得自己挺厲害 真的沒有人做過 你自己第一個去做 我又沒有能力 帶動風氣 我只能夠鼓勵香港人去 試試玩這些活動 Speed dating 我帶動不了 不過我自己做好自己 但我找工作那裡真的抓 真的不得不成 但我不會爆哭 這些很小 所以 有一種感覺就是 如果我還留在香港 有些人很後悔 例如 那位老婆 很後悔 來了英國 很多東西不適應 有成的 ABCD 很討厭英國 我回到問 如果我留在香港 那我的經歷 又會不會成長 肯定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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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看著香港的鬧劇 跟老母吵架 然後在後面有個鐵槍 我們這個人類已經困在3D的世界 在三圍世界裡 我還要困在三圍世界裡的一個盒子 我這個盒大一點 我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 這個盒還要有個言論自由 有個言論自由的大盒 香港是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細盒 是一個益壓你的潛能的細盒 我不會發展到一些 我從未見過的技能 我發展到很多很有趣的技能 在英國 有用也好 沒有用也好 你覺得有用也好 沒有用也好 但是 是我覺得很神奇的 在英國 你是不是我第一次出來租屋 其實Piccadilly 也是我第一次租屋 我人生第一次租屋 一直都是貼著媽媽住 都沒有租過 我知道了 學懂了 第一次租屋的體驗 這份自己找酒店 都是第一次的體驗 因為我自己很少出國 我就是少了出國 這樣才儲了錢買樓 不是的話 一味噴噴噴噴 今天這間都不知道是什麼 來到英國都不知道買什麼回來 很多很難忘的 就是第一次 就是有時候你會想 你自己不覺得 原來年多 你已經走了很遠 第一次租屋 第一次買樓 一手一腳自己做 那些傢俬很多 網友送給我 那我也要自己砌 自己砌 砌房子 在坐這張床 都是這個網絡 這個 這個 這把風扇都我自己抬回來 每一個細節都是我自己佈局 我自己都沒有想過 原來已經走得很遠 對嗎 所以 然後你的成功感就會來了 我自己透過這個經歷 我覺得 我想跟香港人說 如果你這麼容易就崩潰的話 有些香港人 不多的 因為是那個師父應該有抑鬱症 如果沒有抑鬱症 如何建立你自己而來 你重新找到自己 在英國 發掘一些你自己未見過的潛能 現在我雖然不可以說自己吃很厲害 沒得碰廚房先 不可以弄狗大鬼 但我自己一個人 我突然想吃ABCD 我自己都沒得碰 突然之間有個鬼妹 對嗎 我怕不怕 不會怕 有第一次經驗 講英文 No Problem No Problem 明國五成都 No Problem No Problem 看鬼佬片沒有字幕 No Problem No Problem 照看 跟鬼佬吵架 No Problem 我都試過 真的 這些體驗 我覺得在香港 我一定是經歷不到的 在香港很可能是零進步的 未來啦 還可能會找一些一技之長 家裡還有一部琴 封塵了 但我不知道 有些人可能 有些錢 可能買幾本樂譜回來彈一下 又可以發展另一個技能 在英國有很多東西玩 當你有錢之後 可能是學車之類 在香港你學完車都沒有車位 所以 所以 在英國我只能說 很可愛 是不斷不斷 你的錢人不斷爆 爆爆爆 有些人說 哎呀沒有工人啊 不想啊 不過來啊 哎呀 好辛苦啊 但他們看不到自己的錢人 不斷 射出來的 自己的光芒不斷炸出來 有些師父 都會安慰自己 啊 起碼 外國的親子照顧子女 那些子女 會看到你的心腹 他會感謝你 敢不敢謝你 你會覺得親子的時間是多了 所以來到你就是要看你能不能夠懂得欣賞自己 欣賞自己也是一個技能 我覺得 就是你怎樣去 發掘自己無限的第一次 突破到很多自己 你以前以為做不到的事情 但你現在做到了 我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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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香港 講英文 講得 自己 面紅紅啊 很緊張啊 因為都沒有機會去講英文 第一 一講英文 就是 I go to school by bus 我現在也是 有自信地講 I go to school by bus 有自信地講 和沒有自信地講 是吧 我在香港永遠都沒有自信地講一個 international language but here at least I have a lot of chance to talk in English even I don't understand what they are talking about but I still can can use my own language Chinese English to tell them my feelings what my feeling is 起碼我不認識你 有時英國就是這樣 每個國家就是講自己的英文 表達自己的感受 你明白了 你又覺得沒什麼事 大家都不明白大家 你有印度 你有巴基 你有萬城英語 你有蘇格蘭英語 你又利物浦都有英語 就是這麼搞笑 所以是有點幽默的 其實 在英國是有些 但是 其實是很 是挺搞笑的 有時 這些生活 他們都習慣了這種感覺 我只能夠說 我可以引用 Tongo老師一句說話 因為他玩特技的時候 最近的MI7那部電影 他會說 其實人的心 都是不安穩的 是有點不舒服的 拍攝那個鏡頭的時候 按摩高飛下來 怎麼都是不舒服的 所以我覺得 移民英國 我們要習慣那種 你怎麼都是有點不舒服的 怎麼都是一個異地 異地 跟著我們由頭去適應 Language 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我承認的 這個 因為你解決了言語 你很多事情都解通了 對吧 你可以跟很多人溝通 可以跟本地人 競爭 甚至是 所以我覺得 就是因為你跳出 conferred zone 你怎麼都是心 是有少少 不安全 或者是不按摩 有少少的 有少少的 有些事情是令你擔憂的 但是回到香港 你也是有擔憂的 對吧 我覺得人生你是 那種 不安 不安全的感覺 怎麼都是會有少少 對吧 我們怎麼去 利用這種不安全 不安心的感覺 可以令自己進步 因為你在香港那種不安心 不安全 我怕說句話沒有一份工作 或者子女將來會看小紅書 還有批鬥父母 這些都令你不安不安全 來到英國都會有的 不會說沒有了 你都會擔心你的子女會學壞 這裡的言語障礙 你要克服 然後有些新的環境 你要適應 要學很多東西 在這裡 都是會有一種不安不安全的感覺 但是這裡那種是 你可以進步 這種不安不安全 譬如我沒事做的 哎呀欠份工 有些錢收入就好了 你可以克服到的 你最終是會得到的 哎呀 我在這裡 哎呀 我又不知怎樣去靠女 是不是 那你是可以參加 speed dating 就是慢慢會約到 是嗎 你是看到 那個 progress 是不斷有進步 去克服你的心中的不安 那你在香港的不安是長期的 你又克服不了的 你永遠都不能說話 永遠 哎呀 這個樓價以為跌了 這樣 這樣就跌1% 2% 有些樓 納米樓跌50% 你都不敢買 等等 這個就是 我想在香港和英國很大的分別 我們要習慣這種 跳出舒適圈的 那種不舒適的感覺 這種不舒適 我想是伴隨一輩子的 但是這種不舒適 也都會是令你會有一個很大的進步 作為一個人來講 你去香港就不會有進步 那個舒適圈就 緊的 基本上是 也消除不了那種不安感 這種感覺 那講到這麼多 多謝收看 拜拜